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我們來一起收這個金額 好 這個2點幾 2.2克拉 2.29克拉的一個白鑽 GIF 沒有 我們就講那個 就講這個白鑽了 好不好 來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 是多少 請見價 140萬 你會滿意嗎 其實你可能不見得滿意 說實在話 140萬他不一定滿意 140萬只有那個白鑽 只有那個白鑽 你會滿意嗎 還好耶 還好喔 你本來是心裡面想的是多少 那個鑽我是比較沒有概念 對 我跟你說 這樣子 這個鑽石呢 理論上應該是要180到190萬 在鑽石價格表上面 是180到190萬 如果我就按照那個進度等級跟顏色 跟他的重量三樣東西去看 可是還有一個缺點 他的切割的比例是有問題的 我說的切割比例就是說 他的腰部跟上...就是上方... 上半段跟下半段的比例原則 他的...沒有切割的沒有那麼好 沒有對得那麼準 還有他的腰部呢 是屬於一種弧狀 就是波浪狀 是屬於一種波浪狀的腰圍 所以他的切割沒那麼好 所以切割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那會不是以前的切割的那個關係 不是 那個就是沒有好好的切割 所以會出現這樣 可是他從GIA出來的 對啊 好 你認為GIA出來的都是好的 切割都會好嗎 沒有 GIA 他其實只是切割的問題 GIA只是幫你做鑑定的單位 所以GIA鑑定出來的 你要看他上面寫的是 Excellent還是Very Good還是Good 可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的只有到 Very Good 可是在那個... 就是比例的部分 就是每一個比例的部分 他是Good 所以我們說的Good 就是不是Good 中間 中間而已 這個第一個就是Excellent Very Good Good 然後Fail 再來一個就是不好 所以其實他的切割 只算是中間等級 對... 到底講你如果要收藏的話 應該要找最上面的 然後切割很漂亮 對... 在台灣 這很奇怪 最近跟一個鑽石商在談 就是在台灣大部分要找的 都是Excellent 都要找第一等 切割都要最好的 然後可是如果在美國的話 就沒有了 在美國人大概找的 都是到Very Good就差不多 第二名就可以了 再切割第二名就可以 可是不管怎麼說 我們回過頭來講 就是因為他的切割出了問題 所以他的價值就沒那麼高 那華倫哥他如果整個顧下來 因為他旁邊箱滿的那個粉紅鋼 那個應該沒有什麼吧 對 它內行 對 鋼魚沒有很多的價格 對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些鋼魚這樣子 材料的話 光這樣子的東西 材料大概3萬塊到4萬塊錢 這個鋼魚就有了 然後再做出來那個金屬啊 人工啊 大概5萬塊 6萬塊就可以做到 這相對比較便宜 就是要小心 再提醒大家一下 這邊要小心 要摸一下 每一個做完的成品 你一定要摸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相公 以及設計的精緻化啦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彩鑽的話它也有 你彩鑽收了哪一些顏色 我彩鑽收了兩顆吧 這一個是什麼 黃鑽 黃鑽吧 那最近不是香港有珠寶展嗎 對 那個彩鑽最近不是有一個偷竊的 對 香港珠寶展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香港珠寶展 最近呢 香港珠寶展的話才剛閉幕 但是沒有想到呢 這個閉幕的時候呢 才發現說 有一家那個珠寶商 他們在清點那個鑽石的時候 居然少了幾顆 好像少了兩顆 一顆是47克拉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一顆是47克拉 另外還有一個15克拉的鑽石 居然不翼而飛 然後這個兩個鑽石呢 加起來的總價值呢 將近快要到1億台幣 9500萬台幣 然後後來呢他們才發現說 那個職員呢有可能是 發現那個櫥窗可能被打開過 你知道嗎 我們還去看過那個香港珠寶展 那個其實說實在的 那個管控很嚴格 警衛森嚴 可是每一次 不管你警衛多森嚴 每一次的大型的珠寶展 很奇怪 都一定會發生這個事 那我們說一個最嚴重的 也最有趣的一個事情 在我的經驗裡面碰到的一次 你知道他們怎麼偷嗎 那個以色列人去偷這個鑽石 就是到香港珠寶展的時候 去展覽的時候 他兩個手是放空的 而且他穿的 可能那個袖子都是短袖的 你就看到他袖子都沒有問題 我們知道變魔術 都是要從袖子裡面跑出來 對不對 他去買的時候 他人的手是靠在那邊 靠在那個桌上 然後直接跟你在那個櫃台這邊 來來去去 你知道嗎 有一次抓出來 他的手這邊是縫起來的 這邊是一個口袋 你知道嗎 這是肉 這是我們人的手的肉 它這邊是有一個口袋 它是特別做了一個口袋 所以在跟你談的時候 是把那個鑽石 直接丟到那個 人的皮裡面 然後就塞進去 他是那個假的人皮 還是真的人皮 那真的人皮 他是真的人皮 在手這邊去開了一個刀 這個事情被公布了 如果有印象的話大概 怎麼那麼誇張 那是鑽石大道 對 這就是鑽石大道 這個是在巴塞爾的珠寶展的時候 被抓到的 然後抓出來看 他這邊居然開了一個口 然後把鑽石丟進去 可是那個 如果珠寶當場被抓到的時候 他其實會檢查 因為他穿短袖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沒有啊 沒有 就是沒看到 所以他... 而且還有一般 一般你穿長袖的話 那個櫃台人員會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你那個 可能變模式都可以變 可是如果你穿短袖的話 相對別人看 就會比你相對的是比較鬆懈一些 可是他也就是抓了這個心理 他後來查出來 他已經偷了四 五次 然後最後一次 因為可能太大顆了 就被抓到 其實國際上面這種類似的 一個珠寶大道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的常見 但是這個社長 我們經常看到的 就是偷天換日 怎麼樣 他們就是拿了一個假的珠寶 後來到那個珠寶店裡面 去看的時候把它吊包 通常比較常見的這種手法的話 可是香港珠寶展這一次的話 是還沒有查出來 他們到底怎麼樣失竊的 據說今年年初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一起 這個鑽石珠寶的一個失竊案 結果沒有想到居然是一個 十幾歲的小朋友所為 香港其實竊刀案很多 剛才講的是3月8號的 300萬美元價值的 47顆跟15顆被調包 被拿走了 不知道誰拿了 其實在3月2號還有一次 3月2號它一個禮拜 賣兩次珠寶展都被拖 上次3月2號那一次是 被拖了一顆三顆納 它當時是有抓到 是中國那個湖南 湖南的一個切刀集團 它六個人 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一組進去 一個人負責跟守衛 或者說在這邊看守的人 在那邊聊聊天 一不注意的時候 另外的人過去了 就吊包了 裡面鑽石還在喔 假的 真的他拿走了 這個就是慣用的那個偷天換日 你還是覺得說那個鑽石在那邊 但是已經被吊包了 對 剛才另外在講 香港還有一次是那個 有一個大概12歲的小女孩 她是拜名師出生 這個12歲小女孩 你知道她偷鑽石的時候 偷寶石啊 她還是一樣 她到那個英... 香港不是有一個英皇集團嗎 賣珠寶 中表最有名的嘛 她是跟其他的兩南印尼大人 由大人掩護她帶著進去 那小孩子人家比較沒戒心嘛 好 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個 就是現場那個監視器 拍到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小朋友 小朋友呢 是這個 這個是他老師 好 這一個的話 是他們的主謀 對不對 這個算是他老師 他竊盜集團的一個老師 一個叫孟建國 老祖宗級 後來又被抓 在瑞士被抓 他是九大國際集團的 那種珠寶他們都寄託了 小女孩是爸媽去看珠寶 不是爸媽 就是反正掩護他的這些歹徒 去假裝買珠寶 他去偷偷偷摸到櫃檯底下 去拖那個鑰匙 鑰匙拖了以後 他就很大大大大 就走到那個櫥櫃 外邊那個櫥窗 你這邊不是櫃檯在賣寶石嗎 櫥窗這邊沒有人看 他去把那個櫥窗打開 拿走 拿走一條項鍊 鑽石項鍊多少 117克拉 117克拉 比這一次的還要大顆 總重量117克拉 不是一顆 一條項鍊 那個價值多少 也幾百萬美元嘛 很嚇人啦 所以他們得手 他說大概是1.4億左右的台幣 你看大概多少錢 類似這樣子的 國際上面的珠寶撕切案 然後其實被追回來的 但歹徒可能會抓得到 但是後來珠寶 追不回來 都追不回來 世界上最有名的就是一個 粉紅豹集團 來 那個粉紅豹集團的話 曾經在那個砍城那邊的話 據說也是一樣 就是長驅而入 直接衝門而入這樣子 直接在那個展示上面 就直接把那個鑽石還有珠寶 直接把它搶走 聽說那一次那個粉紅豹集團的話 搶走的一個這個珠寶的話 是目前史上最大的一個珠寶的事件 後來那些珠寶好像也沒有找回來 是不是 也找不回來 可能到集團 他其實很大的一個集團 他一個集團 大概有將近到500人 將近到500人 他犯案很多 他大概這幾...十幾年吧 14年來大概有犯案 大概有總數也幾百起 對 所以他拖遍世界各地 那他很厲害 他也是剛才講的 拖籠轉縫 他裡面封工 這個集團最厲害是 他所有封工 等於一貫作業 一體成型 他拖人負責 比如說你寶峰 我進去拖 拖完以後 還有那個接印的 接印以後 這個寶石出來以後 他們都會觀察 哪一家珠寶店的寶石最多最大 事先勘察 到後來寶石出來 寶石有時候要囂張 你要有囂張的管道 囂張的管道 一手建立好 甚至他自己裡面 還有專業的寶石切割 多厲害 多專業 他等於一貫作業 鑽繩拿出來 又自己切割 那個已經不是切到集團 那已經類似於製造生產廠商 他本來自己本身都是內行的人 其實他裡面還有鑑定師 有鑑定師 不然會偷錯 對 而且他還能夠分類 他每一次拿進去以後 他的鑑定師就趕快把它分類分開 可是他那個拿回來以後 他馬上把它變... 就是把它變身了是不是 珠寶有... 珠寶最有意思的就是 第一個 他如果那個鑑嵌一改 你全部就不知道 你完全就不知道 長得什麼樣子 跟原來的完全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的東西是 你只要一掌一抓 那就是幾億的東西在手上 所以那個東西可以 因為要偷這個東西就很快 我說一個 簡單說一個跟...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都是 國際型的大案子 其實講一個在台灣裡面 跟你我可能門口的珠寶店 都有關係的一個小案子 是什麼 就曾經有發生過 就是他們嘴巴咬著口香糖 跑到珠寶店裡面 然後就把... 就要看所有的珠寶了以後 把鑽石都拿出來看 擺在那個桌面上 其實他把... 就是把那個口香糖 壓在那個桌面的下方 你知道那個櫃台的下面 譬如說這是一個台子 然後他口香糖黏在這裡 口香糖黏在下面 一下這裡 然後把那個鑽石 就把它黏在那個下面 黏在下面以後就走了 那走了因為你抓不到 但那個櫃台小姐 可能看了以後會說 少了一顆或少了兩顆 可是怎麼辦 他身上都沒有 確實都沒有 就走了 走了以後他就說 你可能要再慢慢找 去看監視器 什麼也都沒有 因為監視器通常都是 從另外一頭過來 然後再換了另外一個人進來以後 把那個口香糖拿走 他要追的話也追錯人了 也是追了好幾次 也是同樣的案子也是發生了 大概四 五次以後才抓出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是黃鑽 你在彩鑽裡面的話 你這一顆是買多少 差不多都是文士忌吧 它這一顆是60萬 年台吧 那個台 但你這一個顏色 好像沒有到那麼的額黃 對 淡一點 這就是蛋黃色 蛋黃色 好 這顆呢 買的價格是60萬 那它現在的鋪呢 是3.09克啦 90萬 你看那個香港豬寶展 施竊的那顆鑽石的話呢 居然是47克拉 你看有多大 47克拉的話呢 如果你這邊全部加起來的話 都不到那樣子的一個重量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黃鑽呢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90萬元 因為它有3克拉以上 然後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如果它是圓的話 大概就是120 130 那因為它是方的 所以大概就是90萬 3克拉 你記住3克拉 那通常這樣子的切割 方的 或者我們說叫Cushion Card 就是這種樣子的切割 不是圓的話 大概就有一些折扣下來 所以100 本來應該120 130 現在大概就90萬 好 來 也是好東西了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除了這個 四大寶石 三大寶石 全部都有之外 另外呢 好 翡翠也有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呢 是白底青的一個翡翠 那這個你可以戴嗎 現在 應該可以吧 對 這很小耶 這小圍耶 看起來可以 這個大概多少 這大概12 13 14 應該有14 應該有14 這看起來是14 那它是窄版的 那有一點厚度 然後它最漂亮的地方呢 是在這 但是我覺得它的正面沒有 背面來得好看 你看 真的耶 它的背面的話 綠比較多 點狀式 然後它的正面 反而只有這兩點這樣 所以你看 慶軒 你看 你把它拿到這樣子 你看 所以是無解了 你看 它已經把它做得小了 圍已經做小了 所以這個還是在裡面 有沒有 它為了要取得 在這一個手肘上面 要取得這個綠的 在沾的這個手肘上面 所以它已經無解了 因為它如果要做大的話 勢必這邊就會被切掉 對 就全部切掉了 所以它為了要留這個 所以它做小文這樣 對...所以沒辦法 所以有些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但很特別啦 我說實在這個很特別 標準的白底清 對 白底清 買的價格 不貴耶 很便宜 你現在還不後悔啊 後悔什麼 後悔就是當時沒有買多一點 因為他買6萬塊而已 結果他買的東西 買都十幾 二十... 那種幾十萬的 可是他年代這個 年代就不喜歡了 不是不喜歡了 那個年代... 就是沒有什麼價值 對... 對 沒什麼價值 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價值 他那時候拿三個出來 我就... 隨便買這個 那時候買綠色的有沒有 也沒有 有一個比這個好 可是我覺得我就不喜歡 我就隨便挑一個這樣子 好 來 你這個白底清的手肘 你現在估多少 估的價格是十萬塊 這個怎麼會是十萬塊錢 來 我給你兩個價錢 因為他買很便宜 他買6萬 我跟你講 白底清有一點危險的理由是 要看白色的地方 白色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很白 如果太白的話 觀眾朋友 如果你家裡有白底清的話 你就注意看這個白... 把這個遮起來 你看這邊 如果通常白底清的話 這個地方 我講一個邏輯給你聽 通常白底清的話 這邊都應該要有那個時脈紋 你可以肉眼可見的時脈紋 意思就是有一些石紋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黑色的石紋你可以看到 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叫做白底清 意思就是說 這個手鐲 這塊石頭原石 當初整塊原石的時候 它是可以有共生的 外來的製色元素 也就是說這個綠色的 如果能夠跟它共生在一起 代表這個白色的地方 應該也有別的共生的製色元素 也就是說有別的褐色黃色 一些石紋在這上面 應該是要有的 如果你看到的這邊 通通都是白的 下面這個白的地方 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石紋 而你上面這邊 又可以看到一些 綠色的白底清的這種 青綠色的東西在這邊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好 來 我們說這個金額 我給你兩個價錢 一個1000塊 另外一個26萬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白底清的一個手鐲 買入價格那是買在6萬塊 好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26萬 恭喜你 這是好東西 主要的白底清要看的 我們先確認它是A貨 A貨確認你以後 就是當然就是看這個顏色 可是來 觀眾朋友 我跟你說 很多人在市場上 我們最近鑑定所裡面 常常碰到的就是 如果這邊是綠的 叫做白底清 那這邊又來一個黃的 褐的 我跟你說 如果是白底清的話呢 有黃的 褐的 除非那個顏色有特別的透明 否則的話 那是扣分的喔 別的地方有黃鶴 那不是好東西 就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是OK的 有時候要它 可是多了又覺得說它會扣分 價格性又不高這樣子 來 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的話 我比較喜歡這一個 這個比較像自己 對 我也喜歡這一個 妳也比較喜歡這一個 因為這個顏色的話 稍微比較豐富一點 而且它的顏色呢 也比較正綠一點 來 這樣子的玉石來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顏色的 因為它有一點青色有沒有 對 通常這種綠色帶一點點青色的 這個就要特別小心 所以你的光線這樣子打的時候 你一定要走一趟 全部走一趟 看看它有沒有裂紋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有一點 剛剛那個地方 那個是時脈紋 那個是時脈紋還是顏色 製色 製色元素 可是也就是代表那邊 一定有一定的空間的時脈紋 在那邊 就是製色元素 不是 那是時脈紋 要出口才叫做裂紋 還好 這沒有什麼裂紋 OK 它這一段 現在正在看的這一段的話 我覺得有點可怕 就是它的石花跟那個顏色 就說不好的話 它搞不好是人家那種染色 那種一塊一塊的 對 妳這樣子 就算這個是A貨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觀眾朋友 妳在看的時候 妳拿一個底噴自己 就像我這樣照的時候 妳在看 妳看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相對比較容易斷裂 因為你看到這種紋的時候 它這個紋的地方 就這個地方 相對比較容易斷裂 就是以後碰到... 碰撞的話 它就會容易斷裂 反正玉石你記住 它不怕風 不怕曬 不怕... 它所有東西都不怕 只怕一樣事情 就是撞 一撞到就糟糕了 好 來 這一個手鐲的話 買入價格是... 這麼貴啊 38萬 對啊 那時候 像這樣的東西 就比較貴一點 好 來 您自己顧的話 現在是50萬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玉卓呢 目前上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80萬元 還...差那麼多喔 這個也是 還算是不錯的東西啦 不過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滿綠 可是因為雖然是滿綠 它就是有一點輕 所以有優點 有缺點 然後我們剛剛在筆登 在照射的時候 它有很大的實脈紋在上面 那個叫特別小心 所以這個配袋要小心 我有一個斷了 另外一個 我做成三個樣的東西 所以斷掉了 對 所以就是壯斷了 所以這個要小心 這一隻手鐲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不好 這個可能會比較容易斷 這種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那花倫哥 我們就一起來估 這總共有三件 那它其實是分開買的 我們先看第一件 這一個的話是小豬鏈 那這一個是翡翠的一個小豬鏈 另外還有兩個呢 這兩個的話是豬鏈 這兩個豬鏈的話呢 比較大顆一點 但是它的水頭 好像沒有那個小豬鏈來得好 透明度啦 各有利弊 那顏色的話呢 是大的這一個 看起來好像比較正綠色一點 那這是在同一家買的嗎 對 第二家 小豬鏈買了多少 這一個 70幾啊 70幾萬 這個買70幾萬 然後這個大豬鏈呢 這是一套的 大豬鏈的話呢 它這個跟這個一起 對 是跟這個一塊的 還有一個手鏈 當初這是買兩條 這是買兩條這樣子 好 這個買多少錢 就80幾吧 80幾 那個70幾 這個80幾 好 所以總共加起來呢 這一些呢 是買了150萬對不對 差不多吧 差不多150萬 好 來 花倫哥我們一塊估 好 我們一起估價 估完價以後 我們再分開來看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豬鏈呢 總共買入價格是150萬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請見價 是吧 中間的設計